小孩的满月油饭等等 都是陈正慧用机密费来支付的 那么陈信瑜今天上班的时候 他有何最新的说法 我们要连线到现场请方杰如 带我们去看看杰如 前总统陈水扁向支持者预告 下周可能就会被收押 今天陈信瑜礼拜一到牙科上班 面对记者问的问题再度抓狂 消äss ora 好了 erstmal moto 他刚发麻被收掉 他刚发麻被收掉 就钟满月油饭也是 北朝的关心这是将 té 你说满月油饭 也是国务机要费出的吗 母要低腰 不是人家 不 shows你 不是有系 你们要再当市 然後他整天還要叫你煩我 這次傳出國務 這次傳出國務 要廢裡頭 陳馨宇三個孩子的蠻月遊犯 以及童話故事書等等 可能都是從國務記要廢裡面支出的 不過陳馨宇面對記者大聲回答 是大家栽贓他們家 並沒有這樣的事情 而另外陳前總統預告自己即將被抓 問陳馨宇害不害怕爸爸被抓 陳馨宇則是沒有回答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把鏡頭交還給棚內